早安,我是Trock,今天GGG公佈了12月會有什麼活動,以往12月會有新一季,但因為去年延遲了1月才開季,所以今年12月也沒有新一季 小道消息指1月22日會有新一季,但官方暫時沒有確認,那就先聽吧 12月就有非常多活動,你現在看到的就是它所有的日子,但這裡全部都是Noon Pacific Time 現在右邊你就會看到這堆活動,轉為香港的時區,Event 主要分為兩種,就是10日和1日,你就看到這些就是10日,下面這個就是1日 所有1日的都是食雞模式,食雞模式就沒有說有什麼獎勵,但我相信就跟之前一樣,你只要拿到第一的話,都會有那隻燒雞給你放在HIGHOUT裡面 接著就剩下其他10日的活動,為期10日的活動,第一個就是12月4日,就是NOS DEALTH,就是之前的無盡的礦坑 如果這個模式跟之前一樣的話,你開的角色一開就在礦坑那裡了 在礦坑那裡你就不需要選任何試練,它們直接有塊板地夠level,你就可以自己選勝華了 而且走每一步也都不需要用流酸的,而且這個無限礦坑的模式裡面就是純SSF就自力的,無法交易,而且是武功偽桌的 在今季加著,擁坑後再玩這個無盡的礦坑,相信這比賽很多人就中一個了就已經去到尊頸位了 下一個10日的活動,就是12月11日,這個就是Cycerin的Gauntlet,就是Cycerin它所做的最難的模式,那就是SSF HC的 非常困難,但如果你有興趣想試試一下挑戰一下自己的話,也可以玩 接著就到了剩下的3個,我都暫時還沒有公佈 我希望它們跟新的HT MODE有關 但是這個純粹是我個人的希望,實際上會有什麼呢? 就暫時不知道,他們分別是12月18日,12月25日和元旦1月1日,每一個都是為期十天 這三個有可能是不同的,也有可能是同一個活動,我估計是三個都是不同的活動 這一堆為期十天的活動,每一個昇華最高的角色的帳戶都會有Demigod的獎勵 去證明你曾經在官方的活動裡面是佔頭的幾名 而且根據不同的等級,他們也會有隨機抽獎的獎勵 除此之外,在每一個為期十天活動的第一天,他們也會有Twitch Drop 在Stream,他們就會送一堆雙城的東西給你 那這一堆就要等他們稍後再公佈了 最後這一句,他們就說這一堆為期十天的新活動 跟以前的Mayhem、Turmoid、Flashback那些活動不同的是全新活動 實際是什麽的活動呢?敬請期待 當他有新的消息,我也會拍一條影片上來,告訴大家 究竟那些活動是什麽,怎樣玩,有什麽特別 所以到時他出這個消息的時候,你又不想錯過這個消息 想知道玩什麽的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另外一個消息,在Telegram上有很多人問 什麼時候才會再有倉庫特價 答案就是這個周末已經開始了 維持到香港時間23日早上11點 今次這個倉庫特價不單止正常那一堆 而且今季剛剛新出的那堆工會倉庫全部都在做特價 這樣你就見到了,Guild Map、Guild Currency那些全部都在做特價 以上就是今天的消息了,而實際上對這一季的改動我相信也都完結了 那我就開了一個Telegram Group,方便大家出水交流一下意見或者問一下問題 有興趣可以在下面找到Telegram Group的連結 如果你喜歡這一類型消息或者資訊片,記得按個like button告訴我 如果你有興趣知道關於POE的消息,但沒有興趣去排文 記得subscribe我這個channel,一有任何消息我就要拍片上來和大家分享 好,就這樣,bye bye